这段时间大概短短两个礼拜吧 一个礼拜啊 台湾历经了两次的大震撼 第一次呢就是 0403的花莲7.2强震 那么另外一起震撼 我想当然就是黄子娇事件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撼动全国 我不要说什么撼动演艺圈 那包括卫福部也出手了 数位部也出手了 当时让他这些创意私房 这个真是万恶冤手的 下载不雅片的网站已经被封了 那当然这个还等会可以讨论说 为什么出手封网的动作这么慢 可是在前端的时候 我们看到已经很多的 蓝绿白的政治人物 包括演艺圈这边全部动起来 呼吁也联署政府要修法保护儿童 那梅姐还提出了四不亦没有 我想因为法不是我们可以处理的 对不对 包含修法跟执行 用这个法来执行 那个是立法单位跟行政单位 可是做我们一般的民众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呼吁 那这些呼吁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对不对 你就是不点阅不下载不购买 对不对不偷拍 那还有就是说有一些人有一些 很迷思的 那因为这些讨论出来之后呢 大家的观念就可以 再得到一次的一个强化跟建立 就是很多人讲说 我是付钱合法买到的 对不起你买这个东西 没有合法管道你知道吗 对这本身就是非打 对所以也就是这种 是是而非的这种错误的思维 也由这一次的讨论得到一些釐清 我觉得它也是有价值的 但你刚刚说的法跟执法 那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处理的 那个是必须要立法单位 跟行政单位才能够处理的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 所以我那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很激动 嗯 很激动 我觉得你很激动 我已经克制了 我有克制 因为我一直 其实这个选举 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我尽量克制我的激动 因为很多激情或者太激动 是没有办法对事情有帮助的 我对它一直压住我自己的冷静 嗯 好像也还好而已 要继续修炼啊 因为你知道身为一个母亲 身为一个女性 你要想想这些孩子 她这样子的伤 她是带着一辈子的 是啊 对不对 而且还有多少孩子是 她这个是在幼暗的角落里面 她是那么的无助 而保护小孩是我们每一个大人的责任 孩子怎么会有能力保护自己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现在这种网络 网络它有好处 就是让大家可以连结 可是它有好的一面 它一定有坏的那一面 那那一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量的 能够让它的坏处 不要那么的散播 然后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里面 大家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 感受都是一样的 我这样讲应该是 也贴近大家的一个感觉 就那里面有愤怒 那里面也有生气 愤怒是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做 那生气有两个 那一个是弃自己 一个是弃说 那怎么该管这个事情的人 有没有在有没有在动作这样 对所以那个情绪是乱窜 我才会呼吁说 我们需要有大胆的跟专业的 这样子的社会学者 或者心理专家 或者是法律专家 那出来给我们做一些说明 你一定要带领社会 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让大家有一个对的方向 去看待这个事情 不然的话就是 哇谁比谁狠哦 你说要打20大板 他说要边刑 那好像比狠的就是正确的 那其实那个都是情绪的现象 对那我们还是希望说 是不是可以往比较理性的方向 去看待在法的上面 有法要执行啊对不对 我是这样想的 你感觉 对说到执行的部分 我就请教美人姐 这件事情呢当然很多这个 明代也有特别在提到 就是卫福部反应似乎 有点慢半拍啦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好要跟法务部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封网 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开玩笑 我就说封网也要 要看良辰及时 是不是要挑日子是不是 不是直接就出手了吗 那当然或许有程序上的 一些考量啦 那另外就是 反正大家骂了几天 讲了几天 那终于做了封网的动作 那我也知道这种东西就是 就是早春风吹不尽 你说他们的IP 都设置在海外 可能这边封了那边还可以开 可是因为你的 你政府的动作还是得做啦 那美人姐觉得说 这件事情大家在骂 就是说烧到了黄紫胶 你要整个爆开了 你才开始在管 那你过去在做什么呢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啊 那好那已经爆开了之后 你也是拖拖拉拉 到昨天吧 才真的去封掉了 还是因为有监督啊 还是有领队 不分蓝绿的力量 还有演艺圈整个在喊啊 是是是 就不要怕回头看嘛 就是说你回头看是为了往前走 所以你一定要 要勇敢一点对不对 那也是因为监督的力量出来了 所以他才会push他 这样的去做 修法也是啊 对啊 要不然就像你刚刚讲的 这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不是吗 对不对 这件事情大家 我那天讲说 陷入另外一个心灵的地震 其实很多人是认同的 就是说那个很震撼 我们知道有这个事 可是这么严重到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周围的女孩 有没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可能也不会讲 藏起来了 有些人藏一辈子 可是伤口会呼唤 你就不知道在什么阶骨眼上 他会跑出来 所以那个对你的一时的 这样子的一个 那种邪念的贪欲的满足 却牺牲了一个女孩子的一生 太可恶 你这样会太激动 你很克制耶 我本来想说 反正你既然都来了 反正我既然都没选了 老朋友对老地方对不对 你要哭要骂都直接来吧 我哭会去长城 你不要害我 我跟你讲 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铁粉何仙仙抖内进来 他说美人姐加油 辉文哥很心疼你 陈辉文吧 是是是 他从第一天就叫我不要选 然后他每次call in 人家call in进来的时候 中正万华 因为他有一阵子都在问说 你总统选谁 立委选谁 你要先讲答案 那我又几次听他的 那个call in节目的时候 对方说我中正万华的 他说你中东选谁 他怎样选谁 那你立委呢 反正不是选我的 他都会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没有考虑于美人 对对对 我好听说他会这样 谢谢 然后呢 如果没有选于美人的 会不会他海K一顿 也没有 但是他光帮我多问了一句 我就知道 就是说其实 无党籍是不太容易的 这件事情我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到这个年份 我才出来参选 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只要代表人民 我不想代表任何的政党 那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我也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我走完了这个选举 昨天听到一句话 我觉得还不错 我还跟吴宝琛师傅分享 然后我们只能让两个吃饭 他是我品游客的同学 我们有上橄榄油的品游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昨天听到一句话 我好像有一点被触碰到了 因为选完之后 我大概我就是一直往前走 我去准备我的研究所的论文 要准备要出一些课程这样 那那个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最遇到一个朋友 那他是在做小说评论 或者是有任何小说大奖比赛 那他会去做评审的这样子 那他讲了一句话 我一定要念好 我要好好的念 因为那句话 那句话给我 很深的触动 我觉得他也可以鼓励 现在在各个领域里面 努力的人 然后我最好笑的是 找不到那句话 OK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个作家 他认真写而失败 和他莫名其妙 随便写写的失败 那个是不同意义 跟不同价值的 对 所以那吴宝春就 他的手背才刚举起来就说 平静姐我完全懂这句话 因为你知道他每一次去参加 他后来还是参加很多的比赛 他每一次的比赛都非常的认真 可是也是失败很多次 每一次的认真 但是失败之后 他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我说我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真的很认真 虽然最后失败了 但是他在我生命当中却留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页 就是我经常用这四个字 叫浓墨仲采的一页 我何其有幸我在这个年纪 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全心投入 让我燃起这么大的 对生命的热情的一件事情 我每天五点半起床 我到选我选完之后到现在 我没有一天五点半起来过 因为我说我记得有几次 我这六点多才起来 我都还会自责 我怎么可以这么堕落这样子 所以如果 这就是燃烧生命在选 是 是 那也因为我燃烧了 所以选完的输赢 我比较容易过去 所以现在在观看我们节目的你 我不知道你正在经历 生命中的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那我只想把我昨天听到的这句话 那的这个感触呢 能够跟你分享 你不会知道 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会不会成功 但请你认真 因为认真不会背叛你 对 你即使失败回头看 都是有价值的 那我们互免啊 因为有时候 我也从网友的很多的留言 我都有看 有啊 我现在也在看 我还是要非常谢谢 在过去一年当中 那么多人留言给我的鼓励 我真的得到很大的力量 有时候会过不去的时候 就回来看一看 还是有人对我们 有 寄予期待的 或是感恩的都有 感恩不敢讲啦 就是说那种 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意在流动 有互动 因为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 我比较常来上你的节目啊 就是也是觉得在这里 好像可以让我好好的说话 不用扮演先知的角色 不会就是不会 我可以很直接的说 这个我真的不懂 这个我有研究到什么程度 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那这个是很自在的事情 好 因为我们刚刚聊到了 黄子娇案嘛 那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这几天 举国关注 在聊天室里面 其实大家也是讨论了一波 那刚刚我特别提到的就是 其实在这个案子 其实没有人是局外人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很多人还是想要做一些政治操作 那从这 我不知道美人姐有没有留意到 可是我要特别讲到 是因为你昨天有特别提到 因为很多人把这件事情上纲 到所谓的小燕邦 那美人姐觉得这大可不必 不必 是什么邦的人 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受害 有分党派吗 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你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切割啦 出来讲话啦 是不是 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在cue啊 踹共啊什么 所以他很多人才会讲说 那当时如果你要用这种逻辑 套一动的话 黄子娇生宝宝的时候 蔡英文写卡片 蔡英文是不是也要出来讲话 可是我们觉得一码归一码 不会这样要求 对 我也希望我们的 千里码的观众朋友 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理性来看待 就是说那个愤怒 我们知道 那那个都是现象面 可是我们有必要让这个情绪 乱窜成这样子吗 还是回归到这个事件的本身 这个受害者是没有分党派的 那每个人站出来的 这个表态的愤怒是一样的 那个感受也都是相同的 我们都是对这样子的罪犯呢 是没有得商量的 因为零容忍嘛 所以我才会讲说 四步一没有 不管你是谁 那再来就是说 你有必要让这个情绪乱窜到 这个无限上纲到那个程度吗 那也是失去了理性 我们才回过台来问说 那过去因为你要照这个法呢 它有一些空间是可以再更好的嘛 因为包含全世界都有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莱坞也有啊 对不对 可是都是希望能够 法可以越来越进步 然后能够让这些人被绳之以法 这才是我们未来 真的要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 我是这样认为啦 那你在那边做政治操作 你对这些受害者来讲 情何以堪啊 对不对 那难道你们是因为 你们是因为政治正确 才要来谴责吗 你是先考虑政治正确 对 才来做别的事情吗 就是有时候你会这样子 就是说是非跟意识形态 两个人 两个的这个逻辑 你还是先判断是非吧 当然啊 是非摆前面好不好 你不要把意识形态放前面 再来决定是非 这样你会很困难啊 你将来再判断事情会很困难 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要 政治操作的空间 我个人认为 但是有些政治人为要去操作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可是我只能呼吁说 大家不要上当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数十分钟 有数十分钟 真的有数十分钟 所以很不说 有数十分钟 在码建筑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